有一种濒临危险动物猪乳河马或叫做窝河马 全世界只剩下不到3000只了 它就像一种小型河马 体长只有一公尺多 体重在100到250公斤之间 无论是结构还是习性都与河马相差很大 在英国的一家动物园 一头珍贵的公猪乳河马 在妈妈的陪伴之下第一次潜水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月7日 这个叫做萨波的窝河马 在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的池塘中 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但是这对它这个稀有矮小的品种来说 可是巨大的一跳了 动物园管理人员说 萨波对欧洲宾威动物保护项目 以及世界沃河马家族都是重要的补充 惠普斯奈德动物园非洲部领导人霍尔登说 这种动物在世界上已经宾威了 所以这个沃河马宝宝非常宝贵 因为它们在公众看来非常可爱 而且因为能圈养的数量更少 特别是雄性的 所以它还应该是野生沃河马的最好的大使 可以帮助我们为在西非的重要的保护工作筹款 萨波这个名字是以西非利比里亚的国家动物园的名字命名的 在那里生活着其他的沃河马 当萨波成年的时候 它可以长到一米高 250公斤重 新台湾记者时评综合报道